-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我們繼續跟進這個二巴衝突的最新資訊,昨天晚上就有個突發影片,就說說是以色列轟炸了加沙利大的中部醫院導致有500人死亡,但是根據最新消息報導, 以色列方面就否認,而且他又跟外界說,說這個空襲不關他事,是這個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恐怖分子,它是發射錯誤的火箭,就搞到射中醫院,但是這個伊斯蘭聖戰組織發言人就說,這個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是以色列把波射到他們那裡, 是企圖掩蓋對平民所犯下的恐怖罪刑和大屠殺,如果不射的話呢,那麼多地方不中就中醫院,有少少說不過去啊, 還有啦,那麼其實呢,這個醫院方面呢,很多的平民是當作是一個避難所的,那麼根據發生社報導,他們就訪問了一些醫院裏面的人士, 其中一個啦,就叫艾美拉,帶著小朋友,同幾百人就躲在醫院避難,那一邊用分髮的面包幫小朋友弄三文字一邊同發生社說, 說他們的身體好癢,一個星期沒辦法洗澡啦,他講到,說死了可能比較人遲些,而醫院地板是鋪滿了臨時床褲, 每個晚上呢,那些無家可歸,或者流離失所的難民呢,都試圖在空閘和轟炸聲之間入睡的。 另一個人呢,就叫泰希爾,是幾千名在西法醫院避難的難民之一,而西法醫院呢,是加薩最大的醫院,也都是醫療系統中心, 他又講到啦,說沒有人可憐我們,說我們到底做了些什麼,要遭受這樣的待遇呢? 小朋友做過那些什麼?大多數人都不是任何武裝團體的成員,為何受懲罰的要是他們呢? 而世界衛生組織就告訴發生社知,他說加薩的醫院已經是迫近崩潰的臨界點,而且人們遺患, 那些市民好心急去找安全避難處,而聚集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了。 只是西法醫院,一間醫院已經有3萬人避難,根本是完全不夠位置給他們的, 再加上有電的地方呢,得回醫院,但其實醫院呢,得回大概24小時的後備電, 昨天的報道說,我只剩24小時,可能隨時會停電的啦。 我繼續說,就說由於好多人都流離失所,陷入悲慘處境的人,飲用水和衛生條件都好差, 他們非常擔心是會有疾病或者疫情爆發。 而以色列南部7號被哈馬斯突襲,造成1400人死亡之後, 加薩是每一日都會受到炮火轟炸的。 那這些醫院其實就相對地未受到影響,所以就造成不少市民衝過去想避難, 因為覺得以色列就算你打或者炸都好,怎麼都不會炸到醫院這些人道組織吧。 而根據世衛的消息表示,加薩是有11座的醫療建築,遭到波及,12個醫療人員死亡,60架救護車就變成攻擊目標。 如果照這樣看的話,醫院不是絕對安全。 而且,襲擊醫院這件事是令拜登出訪中東的計劃打亂了。 拜登就發表了個聲明,他說對加薩地帶的醫院發生爆炸和所造成的生命損失, 就覺得好憤怒和好悲痛。 美國就要求在衝突裏面保護平民生命的立場堅定不變, 他們在這場悲劇裏面遇難或受傷的傷者、醫務人員和其他無辜者就深表同情。 而拜登有些問題就準備問以色列總理萊塔尼亞胡, 主要都是想要知道他以色列到底想在這個尾巴衝突裏面達到什麼目標。 但這一次轟炸醫院的事件, 但今次這一個轟炸醫院的事件,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方面是可以說得上是互相怪責的。 另外還有一個消息, 伊朗其實這幾天都在吵吵吵著說, 隨時要參戰, 隨時準備好了。 美國今次出聲嘩, 聽下報導怎說,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就說到, 他們現在起草軍事授權法, 如果伊朗撐腰部隊介入以色列與巴基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之間的持續衝突, 美國將會允許部署在中東部隊動手。 這個消息是17號出來的。 他們亦講道這項法案就可以令美國總統拜登有權力下令出兵打擊伊朗在中東各地代理部隊。 他繼續講道,之所以起草這個法案是以防萬一防止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加強攻擊以色列。 看來他們是針對黎巴嫩真主黨去做這個動作。 因為黎巴嫩真主黨在北部,如果黎巴嫩真主黨介入的話,戰況會很複雜。 始終呢,真主黨是試過打跑以色列,而且號稱有10萬大軍。 以色列37萬大軍都沒有可能部署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就變成戰況會複雜。 而且打下去未必一下子就分到勝負。 而另外以色列原來已經是可以透過系統去追蹤到加沙的平民上百萬的手機數據而知道他們的撤離狀況。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在加沙北部是有110萬人居住在這裏。 以色列軍方就叫他們向南移。 原來他們就用電腦系統去識別到他們大約一百多萬的手機訊息。 然後就知道這些加沙平民的撤離狀況。 即是說以色列方面是知道哪裏人多,知道哪裏人少。 還有一點,其實如果在昨日來說,他轟炸醫院的影響是非常之負面的。 為什麼呢?因為你一直叫人向南移,就好像人道那裏。 有些人南移了,有些人沒有南移的。 沒有走那裏就覺得自己死要死在自己家裏。 但如果你南移了的人,產生一種想法。 那種想法就是如果我們在這裏人口密集的地方走來攻擊我們的話, 我們的死傷會更加慘重。 當然啦,以色列未必會這樣做。 因為如果叫人南移,然後就當你射錯製,或者又賴到人家裏。 或者是故意射南部的話,死傷會非常之慘重。 當然啦,不希望發生這些事。 因為如果這樣炸的話,死的一定是平民百姓比較多。 那你說這些哈馬斯的恐怖份子,你炸他,大家都沒話說。 但是這些平民裏面是有不少老弱苦語的。 就好像今次所炸的醫院那樣。 他是有很多病人,甚至乎醫院裏面有產房,有BB的。 而根據剛才的數據所說,原來都有那麼多的醫院, 是都有被人攻擊過的。 所以這樣的做法反而是會令到在當地的平民, 是越來越反感以色列。 和這樣炸一炸,是令到拜登的中東峰會都開不成。 那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好像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動作, 其實影響有多大。 而且今次攻擊醫院的動作,是令到中東至少八個城市 是爆發著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那有些好生氣的民眾,在美國駐黎巴嫩的大使館裏面, 而土耳其、約旦、伊朗這些地方的歐美國家大使館, 都開始出現抗議人潮。 即是這件事已經是入了歐美國家的數。 而世衛又爛了一份, 他說你以色列叫加薩北部, 就下達這個驅逐令,切尼令, 對醫院來說根本不可能。 他說很多病患情況危急, 加上缺乏救護車、醫療人員床位。 然後世衛又繼續講道, 說戰爭是迫到很多醫護人員, 在保命和照顧患者之間, 是要選一邊,是不人道的。 國際法就講道明, 不得以醫院做攻擊目標。 但以色列發動空襲到現在, 加薩的醫療中心已經是受到很多次的空襲。 至少15名醫護人員喪生。 可能這件事結束後, 有些人道問題會追究以色列。 好,今集和大家先看到這裏吧,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個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吧,拜拜!